第573頁 這一篇呢 就是《皇帝列經》的最後一篇 後面我附上去的就是《赤法篇》 這個《赤法》 這個 《解禁為篇》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後面呢 就是皇帝跟那個雷公 雷公常常被罵 問題也很奇怪 他先問這個 這個 這個診察病患啊 我們從書上來看啊 我們怎麼樣子 真珠啊 陰陽啊 湯藥啊 怎麼樣子 那 那這個 如何去 通盤考量一個 你的 醫療的技術 跟病人的環境周圍發生的事情 如何通盤去考量它 那這個問題很廣嘛 當然很廣啊 我們前面講了半天那麼多對不對 那個 這個 他就把它縮小了 雷公就縮小了 哭泣而淚不粗者 若粗而掃涕何故也 有一個人在哭沒有眼淚 這根本就是假哭 因為common sense想嘛 哭 這個人居然沒有眼淚 這絕對是 這個貓哭耗子 絕對不然好心 那哭 系列不粗者 如果粗 還有鼻涕出來 怎麼回事 這個 黃俊就說了 像你問這種問題 眼淚啊 鼻涕啊 這種 這個 根本 無益於智 對真正治病上幫助不到 但是他還是解釋給他聽 還是解釋給他聽 這個 第二段 575頁第二段 黃俊說水之精為治 這講得真好 所以不曉得用什麼文字來形容它 火的精呢 是神 人的治和人的神不一樣 火的精 這個火存精的沒有 精就是完全不含雜質的 就是人的神 哦 水的精 完全沒有雜質的 是人的治 好 所以我立志 我要去這個 當總統 我立志 我要當什麼 就是水的精 所以 水如果純精 不含雜質的時候 人的志向會很大 這個 那 火的精華 火裡面沒有雜質的時候 神 當一雜質一進來的時候 神就不熟 好 治就不起 哦 如果水火相感 這個水火應該是常態呢 應該是 火在下面 水在上面 常態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水火才會合嘛 對不對 那腎臟在下面 那心臟在上面 為什麼會 照理說火在上面 水在下面 照理說是 不焦才對 對不對 火在上面燒 這個水在下面 實際上因為肺是聖之母 那肺上面是 水的 這個聖子 水的墨嘛 好 水之本在這邊 所以肺上面有很多的水 那這個水會進入肺臟 進入腎臟 那 小腸裡面呢 很多火 那大腸圍繞到小腸這邊 這個 水呢也會回頭到肺臟裡面去 那小腸的火在下面 腎水在這邊 那小腸的火是來自於心火 所以說真正我們人生上的是 火在下面 水在上面 所以我們才會有氣化 氣化的時候 我們嘴巴一吐氣是熱氣出去 對不對 有沒有人一吐是水噴出去 當中吃了死澡湯 那水噴出去 潭水噴的時候 那噴到牆上 我跟你講 你們沒看過 看過你就曉得 看他吐 吃了死澡湯 在他正面 我看你有沒有吐 吐了吐到你臉上 當然還是要一點 common sense 所以 水火相感 如果說這兩個呢 這個互相感應 不是說互相衝突 一個神至聚悲 所以眼睛裡面就會帶水 好 當我們心神傷到了 傷心嘛 神就受傷 好 那這個 這個 志向 情志 又有悲哀 被能夠傷到志向 人的志向 那神至聚悲的時候 淚 涕都會同時來 所以 真的 傷心的哭的時候 一哭的時候 眼淚鼻涕都會出來 好 所以你如果要知道 這個 哪一個是真的假的 你跑到那個兵器館去 一看 這就是買來的 有沒有 那叫 我不曉得叫什麼 好 反正就是他假的 他專門哭哭得很傷心 那你聽的聲音他在哭 你看他的眼淚都沒有 好 你專門買來的這個 這個替孝子 他表示孝子嘛 你孝順他哭 好 那實際上 這個這邊在 這邊是在送上 後面在打官司 在真慘 好 這種事情很多 好 那這種哭都沒有眼淚的 哭都沒有眼淚的 哭都沒有眼淚的 正常的哭都會看到的 好 那這一段呢 講的就是這樣 這個神漢字 好 那第五 我裡面解釋很多 各位可以看解釋 557頁 577頁 577頁 對不起 577頁 倒數第二段 膚自卑者 丸 丸 丸就是身體會抖動 好 當你很傷到 很悲哀的時候 全身會顫動 好 會這樣子 好 那如果說 充音則智去目 陰晶會上去到 衝到頭目去 智去則神不守心 精神去 替氣出野 這是因為 智離開了聖 心離開了 心 不是 神離開了心 智呢離開了聖 好 這是因為受到 真的是很傷心很難過 就是神漢字會離開來 好 好 五百七十七頁倒數第二段 你看好 這個中領 我剛剛講過中領 我們有書上有翻譯的 好 就請大家看書 因病於下則足寒 足寒則障也 好 這個 我們 我一直在跟諸位講 腳一定要熱 好 但是腳熱是在腳底板 而腳面上要冷的 因為腳面上是陽 陰和陽並行的時候 互相相持 互記的時候 所以陽晶在腳背上面 但是有陰晶來 來 那個 來這個 輔助他的時候 所以陽中會帶陰 所以腳背上是陽晶 但是你摸上去是冷的 腳底是陰晶的地方 這個陽會來幫助他 所以腳底是熱的 常態 那你如果腳底腳背都熱了 也不對 腳底腳背通通是冷的 冷到冰 這都不行 這只有水 停在下面 水會累在下面 那也是因為 因病於下 那知道這個人 下交會陰寒比較甚 那我們知道陰寒比較甚 我們開點入陰內 要開點去寒的藥就可以了 那知道是水在下面 開點排水的藥 排出來 好 那這一段呢 就是我們這一篇呢 最後一篇 《黃帝內經》講到解晶為論 就是講到很細微的地方 這個你不知道 也影響不了治病的 好 講到眼睛和鼻涕 都是這樣 好 那我一生呢 我受了影響最大的 就是唐榮川 跟曹英甫 我受你這兩個影響很大 其他 那個鄭青安我還沒看到 書都還沒看完 這錢證人家給我 看看 我受他影響不大 真正的金方大師 你們去看他寫的 真的寫的 真的寫的好了 是 這個 如果你把他們比較在一起的時候 唐榮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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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榮川呢 是庚子賠款的時候 他那時候陪館他們就 清朝就送一批人出去 留養 找一批很聰明的人去 唐榮川到了國外去以後 學了西醫 回來發現中英是對的 他開始研究中英 一研究中英 他從頭到尾就按照 中英的正統的方式來做 就是研究 這個 黃帝內經 神通部長 所以他就一開始 你如果一開始 你如果懂黃帝 看黃帝內經 你怎麼會被主溫病呢 黃帝內經 從頭到尾就來講六經編證 七血淫未提到一點 但是都是跟六經來的 對不對 怎麼會變成 所以現在他外面的溫病 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最可能就是 他根本沒有看過黃帝內經 你如果看過黃帝內經 你不要想看中英 你光看黃帝內經 看完你就是傷害家 怎麼會變成溫病呢 所以他第一個他沒有看 第二個看不懂 這個講到太陽少王陽明 他跟那個張仲宇六經變成 所以我們那個中英要分成兩派 那傷害這一派是從古到今 本來就是存在那邊的 就至於說 為什麼後來變成溫病 那中間歷代演變很多 那我希望韓溫之陣在我們這一代 結束掉 不要再吵了 大家都用傷害金貴 那有了金方做基礎 金方呢 雖然是經典之方 但他難免會有不足的地方 人非聖賢嗎 我也會有不足 張仲宇每個人都會有不足 將來你們也會有不足 不足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基本的精神有了 你一直在這個路子上 路子是對的 這時候你參考很多旁邊的 雜家雜說 這個時候你不會 中心的精神不會喪失掉 張仲宇寫這兩個方式中間 少了一點對不對 那個人有講到 把這個方式拿進來 這個你們要增加 或者是 哪一個部分要增加一些 當然我增加一些進去 以後你們還會增加 但不要增加太多 太多人家記不得嘛 因為越少越好 我們簡化 儘量少就好 所以你看張仲宇寫的時候 他寫的東西 從頭到尾 就好像看起來好像 一如桂枝湯的價錢 實際上他會調和陰陽 他的法則完全出自 皇帝內經